白色粉色的停车格 应该驾驶人都知道 是富佑专用的停车格 但仔细看 孕妇旁多了优先两字 让民众误以为 当没车子停时 应该可以停车 不过事后却收到罚单 罚单上写着 停在富佑专用停车格 且没有放置识别证 当事人很不满 上网诉苦 质疑这是文字陷阱 果然引发了网友论战 你这样才会 他如果是优先 大家都可以停 他怎么到什么知道 运务什么时候要来 那说干脆你这个限定 就给运务停 那这样就比较直接 那大家因为你限定位置 又停在网路上搜寻 这一样同样可以知道 说哪些地方 是指运务有停车格的时候 回到信山路 运妇专用停车格 周边妇产科林立 市政府很贴心 尊设了富佑停车格 不过地面上的文字 似乎让人觉得怪怪的 但也有网友说 没有识别证 本来就会被警方开单 挡风玻璃上放着一张识别证 像这样粉白相间的停车格 专给孕妇 或者有六岁以下 儿童的驾驶 警方执法时 若没有识别证 就属于违规停放 将处罚六百元到一千两百元罚还 这个专用车格的部分 还是它有它的专用性 那有关民众针对这个 表现有文字上的疑虑的部分 我们会来进行做读销 那后续我们还是会持续宣导 这个专用停车位的专用性 那也且呼吁就是市民朋友 如果在停放这个专用车位 就是它停车格位内部 有这个粉红框的部分 还是要特别注意 切勿这个没有相关的市政 或者是实际有需求的部分 也不要来做停放 避免遭守警方取定 设置孕妇停车格本来是美意 但没想到却惹出了争议 市政府已经将地面的文字图销 就是要钻给有需要的人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